接著來到臺北市內湖區 日前晚間九點多 圓警巡邏 發現一名男子違規 騎在原行道上 隨後跟到超商盤查 這名男子他是一位通緝犯 黃豹的身份 規避查棄 後來立刻拔腿狂奔 在馬路上上演了警匪追逐戰 還害圓警受了傷 沒事啊 一直發抖 圓警上一秒還在安撫 白設上一男子的情緒 以為他被盤查太緊張 結果下一秒 男子眼見事蹟敗露拔腿狂奔 原來他竟然是一名殺人未遂 統緝犯 從超商一路往外狂奔 但圓警也不是省油的燈 立刻展開追捕 結果靈性嫌犯跑到死項內 想要翻牆脫逃時 卻不小心失足跌倒 造成左手開放性撕裂傷 及頭部受傷 圓警立刻上前壓制逮捕 事情就發生在八月二十八號 晚上九點半左右 當時圓警在台北市內湖區巡邏時 先是看到靈性嫌犯為歸齊在人行道上 隨後跟進超商盤查 結果犯嫌相當掌滑 以謊報身份方式企圖 規避查器 索性圓警警覺性高 單手插腰顯得有些不耐煩 但圓警為求謹慎除了查器身份字號外 還核對照片及詢問出生年月日 最後男子心虛逃跑 還是遭到警方逮捕 依法送辦 男子恐怕這回也沒想過會因為騎車違規而落網 記得綜合報導 中文釘 中文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